youtuber钟明轩拥有直率个性向来感受感言 吸引大批网友关注 近来他发现人们被网络短影音影响 变得越来越没耐心 经常只想听事情的重点而忽略了背后的细节 生活步调也变得越来越快 因此他趁着短暂的工作空档 到泰国清迈旅游希望能借此沉淀身心 旅途中他遇到了来自重庆的观光客 出于对当地的好奇 他频频发问道 你们中国东西好吃吗 等等注入此类的问题 没想到对方突然打断他 直言刚才的对话不是很悦耳 认为钟明轩不需要强调你们中国 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是一样的 不需要划分 钟明轩当场愣住 接着急忙打圆场表示 这只是一个说法 不用特别在意 随后还直接撇过头装睡 无欲紧面对敏感议题 让他直呼冷汗都冒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